另外消息来看早上9点37分 国道1号南屯路段发生了火烧车 小货车驾驶自撞了中央分隔岛 还好这个驾驶是有及时逃生 这辆小货车就横停在内侧车道 或是从车头开始蔓延 火车不断从窗户寸出来 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不少后方行驶的车辆纷纷闪避 这就是发生在今天早上9点多 国道1号南下南屯路段这里 一台小货车自撞了中央分隔岛 还好驾驶是有及时逃出来 而且打电话跟警方报案 消防车到场扑灭火势 但整起自撞火烧车意外 也造成了后方车流大量回堵 详细的起火原因都有待警方里情